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给我们位于在美丽的奥地利 也是称为东欧和西欧的交界处的风景优美 音乐圣地 历史文化悠久的奥地利 给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和佛教精髓的我们的这些弟子们 给大家做一个开示 首先祝贺你们观音堂圆满落成 因为拥有了我们心灵法门共同的家园 我们在人间经常用无常来表达 其实无常就是一种变化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远的 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由坏变成好 那也叫无常 有些事情是好变成坏 也是无常 但是人的心态总是希望能够变好 但是生命和我们的精神方面灵魂 其实很多人是生活在漫无目标当中 每一天就过去了 每一天就是没有价值的活着 他们的生命就相当于虚无缥缈一样 还有些人呢 听到无常的心想 既然凡事都无常 这个也不会很快乐 那么就放纵自己 我们学佛人知道 对无常要能够有一个理解 也就是要知道这个宇宙生命的真相 既然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我们更应该珍惜爱护它 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 每一分钟 我们都不能去浪费它 因为当真正的无常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非常的憔悴 我们人是非常的软弱 在很多自然界面前 我们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碰到家庭出事了 或者自己的孩子啦 父母亲啦 包括本人身体啦 出事了 一下子在精神上就会垮下来 其实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 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凡事都会改变 那么我们今天呢 从善的地方不断的去努力 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不好的心态 我们就会往善再变 佛陀告诉我们成住坏空 一切无常 我们现在懂得一切是因缘和合而成 心念在变因缘在变 如果你今天心变得越来越善良 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有因缘 善缘 如果你今天心变得越来越恶 你周遭的环境也会变得对你越来越险恶 所以很多人不学佛选择逃避 选择了很多的烦恶 但是我们学佛人 在无常的环境当中 我们懂得任何事情都是无常 我们懂得因缘 所以我们积极地去创造 我们去努力地争取 善的缘分的存在 来改变自己的生命 想一想 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学佛之后活得这么快乐 因为他们在改变自己 还有很多人学得这么痛苦 因为他们没有在改变自己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学会在短暂的生命当中 多去为别人想 多去为别人努力 改变自己 要靠自己去帮助别人 才能改变自己 所以佛法讲教 自利利他 你自己想获得利益 你必须先要去帮助别人 觉悟有情 去帮助别人 让别人也能得到觉悟 启发所有人的善根 所以我们善良的人 跟善良的人在一起 我们就拥有善根 如果我们今天和那些 非常劣根性 非常重的人在一起 可能我们会远离我们的善良 所以要抛弃这个虚妄 痛苦 要懂得这世界一切 都是无常的 都在变化 所以人间就是梦一场 当有一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 可能我们以不知去向 所以今天你们能够设观音堂 让他们找到有个自己的家 今天的幸福 转眼 可能你不修心 不学佛 就是明日的痛苦 生命的短暂 所以要学佛 学禅文化 要懂得观声不敬 也就是懂得看透 观心无常 要了悟他 知道这个世界无常的 所以要抓紧时间 好好修 所以很多人 在这个世界上都在转变 不是转好 就是转坏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改变自己 遇到挫折失败 要懂得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陷阱 一个人受苦 难道不是自己给自己造的烦恼吗 所以要懂得这一切 你才能让自己改变 很多人自己给自己造了恶因 等到恶源来的时候 非常的痛苦 一头栽进去 并且一厢情愿的 苦尝悲伤的滋味 而且还出不来 所以要转化自身 消极的能量 来积极的 来转换自己正能量 变成正能量 来让自己学会更好的 能够精进学佛 很多人天天想着报仇 想着称恨 有时候埋怨自己 甚至做些自残 其实他们因为生生的痛苦 没有办法解脱 他们才会心里长生愧疚感 所以由原来的光明磊落 坦荡走向了自己的 无知的愚痴和痛苦 所以面对自己 很多人就是抬不起头来 越不过自己的障碍 你们欧洲很多同修都修得非常好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很努力的 台长恭喜你们拥有观音堂了 可以天天让菩萨来保佑你们 尤其马上就过年了 也是祝福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 不要让自己在身心受束缚 受创伤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 这个腐败的灵魂呢 要去掉 要懂得因果 今天一切都是众因德果 一切都是因缘果报 所以没有迷惑的人 才能站稳脚跟 你们今天找到了佛法 你们生活才有方向 你们要懂得将恶缘 转为善缘 又要将善缘 转为随缘 有时候就是无事无心 不要把它当回事 一切都会过去 心中自然无事 那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随缘观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想一想我们过去做错很多事情 对不起很多人 我们非常的痛苦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2018年了 过去的都应该忘记 好好地把握住今天 好好地让自己的精神和精力 用在正能量上面 学佛念经 进入观音堂 就是相当于进入自己的禅定 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关门即是深山 闭门即是净土 好好地把自己的心要静下来 其实我们不讲话 坐在那里念经 就等于闭关一样 闭关就是不要让杂念 影响到自己的内心 不要受外界外城五欲的影响 不要让自己正常的生活 受到外面诸多烦恼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活法 碰到事情就崩溃 而我们真正学博的人 用佛法在人间 所以台长说 好好地学习佛法 你就懂得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怎么活法 所以看淡明里 一切自然来 一切自然去 能够断烦恼 破名无名的智慧 就叫般若 断烦恼的人 就是有智慧之人 所以我们慢慢地学会改变环境 慢慢地懂得改变心态 其实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不能执着的东西 今天的名不能去执着 今天的利益不能去执着 好好地保护好自己的灵魂 那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让自己不要生病 精神健康 身体很快就会好 很多人就算身体健康 但是精神灵魂不健康 他们一定会生病的 所以要开悟 要懂得随顺因缘 比方说 长辈要做什么 我们顺着他们因缘 随顺就是顺着众生的心 令大家开心 你的心才会安稳 你的心才能平静 让别人幸福 你才能幸福 让别人平安 你才能平安 烦恼的人 就是因为对这个世界上的 看不惯 不习惯 很多的不满意 所以才会没有安全感 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对自己有妄想心 才会产生 恐惧 恐怖 所以烦恼 升起 让你会心不安宁 学佛的人 就是要去除 自身的烦恼 让自己的心 变得越来越安宁 所以真正的学佛人 就是改变自己这个心 其实这个人的这个心 说大可以非常大 说小可以非常小 举个例子 你们如果 欧洲的同修寄一张照片给台长 台长瞬间就可以看到你们 一张张笑容可惧的脸 可以看见你们的内心世界 这就是这个世界 从远变到近 由近又可以变到远 当你很恨这个人 跟这个人不能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愿见的离你远去 所以人的内心世界 可以让自己变得像大海般的宽垮 有时候又能够让自己变得像一个碗 这么的小 其实虚空的世界 内外本无区别 好好地珍惜佛法 精进修行 提升境界 心只有没有污垢 没有肮脏 你的身口意才会干净 就像我们的食物一样 空气水都要干净 你的身体才会好 所以从五蕴到八十田中 到六根到六成 全部的都要学会克服 达到学佛的境界 灭盘 功德圆满 对得起 这一生 对得起所有的人 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你就上不了天 只能下去 所以台长叫你们现在 有这么个观音堂了 要好好地爱护他 每个人在里边 哪怕拖个地板 哪怕放个凳子 都是功德无量 希望你们爱护这个 你们的家 这个观音堂是你们真正的家 自己的小家 只有走到大家 才能让你真正的 开悟解脱 所以人跟人之间 感情也是这样 真正的情 散化出来 是靠着佛情 而人用自私的物欲 知情 只能使人的感情 变得越来越糟糕 所以台长 希望你们 要懂得物质 它只是一种现象 修心 学佛人的智慧 那才是一种根本 所以慈悲喜舍 会显出你的正大光明 所以一个人能够慈心 能够有悲悯心 能够有欢喜心 能够有舍心 拥有这四个心 你的心光明变造 所以佛就会来救你 观世音菩萨 就是拥有这四种心 希望你们去理解别人 去接受别人 希望你们去能够 像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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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爱护和观世音菩萨 所有学佛的众生 这个观音堂 会来的人越来越多 你们会越来越精进 菩萨的光芒 会变造大地 希望大家好好修心 没有几天 就是新年了 一两个星期 就是新年了 在新年之前 台长给大家拜个早年 听说你们开光 欧洲各个国家的同修都去了 非常的热闹 人很多 台长也是发戏充满 也是给你们加持 希望你们能够得到 观世音菩萨更多的佛光 能够让你们能够让 能够让你们的欧洲 结交朋友 接触朋友 舍去小我帮助别人成全大我的我们的悉心 我们更有为了自己为了舍去自己来帮助别人牺牲自己的崇高品质的中华儿女 希望你们好好地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 培养自己佛教的本性和精髓 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善良 让自己的佛心变得更加的干净 最后祝大家新年愉快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